中華職棒今晚在澄清湖球場上演西巷大戰 兩隊都派出了羊頭先發 結果兄弟靠著三局下半 對方發生關鍵守備失誤 一舉天得兩分 中場是以4比1獲勝終止了二連敗 同時也讓一大吃下了三連敗 好的守備在你上天堂 隊友的失誤就只能讓投手大喊冤枉 眼看危機就要化解 沒想到一次傳球失誤 讓中信兄弟累積的跑者全部都回來得分 一大的先發投手賈西亞一口氣 就丟了兩分的非子折分 落後了怎麼辦 高國會表示用球棒打回來就好啦 這邊把第一個球準備放到平飛球 走完一手接到之後 現在往回傳 高國會敲出左外野的平飛安打 幫助犀牛軍團打回鴨蛋追回一分 只是自己想多偷一個雷包 卻卻死在二壘之前 沒能延續攻勢 比賽來到五局下半 黃山君一上來就攻佔一二壘 而且還發動雙道壘 直接來到三壘的得分大門口 算下一棒的恰恰彭正銘 被故意保送擠成滿壘 不過大頭黃士豪用腳好出一分打點 要回兩分領先的兄弟 右局下半再接再厲 賺打點的好時機 黃軍生也要來共襄勝局 這支左外野的平飛安打 讓兄弟攻下第四分 擴大領先的差距 而且先發投手扣敵投完八局 只被敲出五隻安打 丟掉一分而已 還演出了三次三陣 榮獲單場MVP 中場兄弟就以4比1擊敗一大 將落後的場差縮小到只剩一場 郵件TV 綜合報導